19號晚間一名外送員行進花蓮市林孫與鄭國街口 被一輛酒駕陳姓男子擋車攔下來嗆聲 這個喝醉酒的男子下車用手把騎士擋住 不斷嗆聲之後外送員趕快報警 警方到場這個酒駕男孩拒絕酒測 當場遭警方告發拒絕酒測 罰還最高將達18萬元 外送員通過路口突然被對向左轉鄉行車攔下 還被駕駛當街嗆聲要下車 來啊 我在車上看他講話的方法 我就覺得他有點喝酒 他下來那個酒味很重 他就說反正他被開一張18萬我沒有差 吳谷被攔車嗆聲 外送員立刻報警 遠景到場鄉溪車駕駛酒氣沖天沒完沒了 女仙槍 不要靠近 後退 後退 你後退 不要靠近 那你要接受酒測嗎 我拘車 拘車齁 剛剛拘車的權力跟你講 清楚齁 清楚 拘車要 新台幣18萬元一次保管 不要拘禮 酒駕男子一再向員警辨稱 車子是妹妹開來的 因此拒絕酒測 不過警方查證後 當場被釋破 你到底要幹嘛 XXX的 XX的 你跑了 我從哪有去啊 你 你在哪裏 該駕駕式表示 季節酒測 經警方依法告知相關協定後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35條第四項 拒绝酒策告发采法 九江男子最后被带回警局 拒绝酒策招罚18万 另外车辆还被留置保管 三年内不得考领驾照 而且还得去监力站参加道路讲习课程 记者综合报道